身穿条纹上衣的男子在台北捷运站内行为怪异 更不断盯着前方乘客引起民众恐慌纷纷闪避 一位女网友在社群上表示 在捷运中校灯话站 发现之前在妈妈群组里面被提醒的危险男子 尤其会针对女性下手 紧急发文呼吁搭乘蓝线的民众注意安全 22号一名男子在捷运车厢内反复点着打火机 更不断靠近前方的女生 能更做事要烧对方的衣角引起乘客恐慌 虽然没有成功点火 但是过程不断发出哒哒哒声响 周围民众发现异样 全都移动到别的车厢 只剩下一名女乘客低头看手机 而男子也持续点打火机 几乎要碰到乘客的衣角 如果烧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该名男子还低头往上瞪 不断接近对方 直到下一站才下车 担心女儿吧 老婆吧 会啦 会有一点 生病有没有什么包包之类的 看能不能就是抵制一下 到时候可能会准备一些给他 我是觉得就说蛮多警察在啦 如果真的发生了就 就看你要怎么去应对 来通报人员啊 不可能跟他打架 反应也打不过 台中捷运砍人案 引发社会关注 如今北捷再度传出 警戒危险人物 对此北捷也回应 后续以拦查该名旅客 告接不可使用打火机 并陪同离站 旅客行为若严重妨碍他人安全 可依法处一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罚还 而目前捷运警察队 也加强巡逻 维护系统安全 三星的林文王配花 特别报道 三星的林文王配花